馬依莉官宣了 前幾天她在微博連發兩條動態表示 生活總有希望 淚水褪去 陽光重現 這是什麼情況呢?和文章離婚三年以來 馬依莉也傳出過緋聞 但這樣大方公開還是第一次 原來是她和白羽出演的新劇《龍城》已經過審 在劇裡 馬依莉和白羽飾演的是一對互相救贖的姐弟 衝著這個陣容 這部劇還未上映就獲得了觀眾的一票支持 自從出軌風波後 馬依莉一路水漲船高 每次出現在螢幕上都是最好的狀態 拿獎拿刀手軟 復出後出演的電視劇《我的前半生》或《白玉蘭》最佳女主角 飾演《找到你女主角》 又問鼎劃鼎獎 而前幅文章的近兆不僅被網友吐槽老了 還發福了 讓人意外的是 最近馬依莉卻和這樣的文章被拍到再次合體 網友們紛紛猜測 難道兩個人復婚了? 前幾天 馬依莉被拍到現身話劇現場陪伴文章 照片中 她身穿一截黑衣 戴著鴨舌帽 看起來十分低調 而她看的這齣話劇 正是文章和謝娜主演的十三角關係 心虐的是 文章在話劇中飾演的是一個出軌後懺悔的男人 從造型到劇情 用滑稽來形容也不為過 只見她穿著戴有愛你兩個字的紅色大褲衩 迫不及待地和劇中的小三親密接觸 親密之後 謝娜飾演的女主上場怒死小三 這不是活脫脫的照現實照進距離嗎? 但又有一些疑惑 既然有演技 何必辦醜訣呢? 其實被爆出軌後 文章一直都在嘗試復出 但都沒有掀起什麼水花 和馬依莉離婚後更是不溫不火 這次她為了復出 不惜本色出演 身為前妻的馬依莉竟然也現身捧場 看起來早已經放過了過往的愛與恨 細數過往才發現 這是他們離婚後第一次在和孩子無關的場合同晃 文章趕演 馬依莉趕來 看起來 兩個人如今又成了朋友 而不知情的網友們起哄 高呼復合 說還是原配好 其實網友眼裡所謂的甜只是他們分開的足夠體面客氣 沒有徹底把婚姻中的問題暴露在大眾面前 如果再把婚姻中的取齒刺開暴露在大眾面前 無疑又一次的傷害 大家總是嚮往團圓的結局 殊不知 每對夫妻都是經過慎重考慮 才走上了離婚這條路 復合絕對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要知道 他們早就在婚姻中掙扎過 沉浮過 最後才選擇了最適合彼此的路 成年人的世界裡 好聚好散就是最好的體面 就像馬依莉 當初桌伟的周一健曝光了文章和搖底的婚外情 她不哭不鬧 一句戀愛雖意 婚姻不易 且行且珍惜 頗有幾分雲淡風清 于情她顧及到了同床共枕多年的情意 于理 她佔據道德高位 卻選擇稀釋寧人 相比那些鬧得沸沸揚揚 人盡皆知的離婚醜聞 她清醒且克制 或許婚姻中牽一发而動全身 當初的她是選擇了隐忍 但初滾這根刺也深扎在了她的心中 即使文章之後再怎麼當眾示愛 也沒能撫平心頭的裂痕 在自知這場婚姻走不下去後 一句往後各生歡喜 結束了十一年的婚姻 雖說三藤七仰 十年之息 但是在失去愛的婚姻中 做一對糾纏到死的怨偶 不如就此放手 其實 離婚後的體面不僅僅是成全別人 更是成全自己 斯文和成璐這對曾經著名的脫口秀夫妻更是如此 誰也沒想到 離婚兩年的她們還能再次在脫口秀大會上同臺 曾經 斯文的段子火遍大江南北 但沒人知道 在一個個段子笑聲的包裹下 是斯文悟渡無助的靈魂 甚至是手術 至親去世 這些斯文最需要人陪伴的時刻 丈夫成璐卻在埋頭創作 僅僅擠出二十分鐘 看望剛出手術室的自己 是從這樣的婚姻中掙脫出來本甘充滿怨恨 而再相遇 她們平靜地向多年未見的老友 所有的恩怨都泯於江湖 在小雨看來 體面的離婚不僅成全了彼此 也成全了孩子 很多夫妻說 為了孩子不想離婚 的確 孩子是大部分夫妻之間的牽絆 現實中 有多少夫妻為了孩子忍受早已經名存失望的婚姻 又有多少夫妻為了孩子的撫養權 鬧得鸡犬不寧 但大人們沒有想過 生活在父母不和的家庭中 孩子會幸福嗎 似以為 離婚並不代表就要放棄自己身為父母的角色 鬧得不愉快 只會傷害到身邊人 就拿文章和馬伊莉來說 她們離婚後 孩子的活動幾乎一場不辣 即使她可能不是一個好丈夫 但絕對是一個好父親 也有人離婚時鬧得不體面 但為了孩子願意不計前嫌 比如賈乃亮和李小璐 捅破醜聞後 她們離婚收場 之後卻頻頻和孩子一起同框 甚至被爆出同遊三亞 甜心在父母的呵護下越來越活潑開朗 李香和王月倫在社交平台上互扯頭花 如今卻看到同框送王詩玲出國留學 自然推起所有的行李 毫不生疏 從李香的視頻中 亦能看到王詩玲無憂無慮 她們結束了婚姻 但還是選擇共同呵護著孩子長大 雖然婚姻走到了終點 但對孩子的愛和責任是無限延續的 離婚後 還維持體面並不代表沒有曾經愛過 愛的時候好好愛 不愛的時候也好好分手 大方祝福 鬧到難堪的地步 對大家來說並沒有什麼好處 作家張公曾經說過 一個講道德有感情的婚姻 就像一把下錯了的毛 有了它多大的浪頭來了 你都不會親父 在當時那個年代 文章和馬依莉的結合可謂是震動了大家 畢竟那時候的大眾並不看好姐弟戀 所以大家對於這個新鮮的事情反而會更加關注 而馬依莉的性格一直是屬於比較強勢的那種 所以大家基本上是不看好這對姐弟戀的 但是有人總是有逆反心理的 越不看好的 反而更加要證明自己是對的 馬依莉和文章結婚之後 一直都過著幸福的生活 文章甚至給孩子取名為文艾瑪 當時他們的愛情故事可謂是獻殺旁人 不少人就認為他們會一直幸福下去 正當大家開始慢慢地接受這段姐弟戀的時候 文章卻出現出軌的傳聞 不少人都紛紛猜測 像馬依莉這種性格強勢的女人 文章肯定受不了她的壓制 最終才會走上背叛的道路 但是對於這樣的事情 馬依莉的做法可謂是大快人心 得知丈夫出軌的她並沒有第一時間選擇離婚 而是在姚迪結婚的當天 選擇公布自己離婚的消息 讓他們兩個人留下一輩子的遺憾 從這件事情上也不難看出馬依莉的確是一個非常要強的人 在鏡頭面前 她向媒體坦言 我的前夫總說我是二手貨 對此我非常受傷 離婚之後 我有很長一段時間走不出來 甚至只能在床上混吃等死 是針灸和心理醫生給了我二次生命 針灸治好了她的身體 心理醫生治好了她的心 而當馬依莉再次說起曾經的這段經歷的時候 可以看出她的神情是非常坦然的 馬依莉說每個人都有崩潰的權利 說哭與年齡和性別無關 自爆崩潰的時候會獨自在浴室裡邊邊洗頭邊喊邊哭 通過哭喊發泄過後 垃圾情緒也可隨著眼淚排了出去 心情自然就好轉了 這番發言瞬間引起了網友的共鳴 原來明星的解壓方式跟大家一樣 突然感覺親近了好多 如今的馬依莉還會去觀看前夫的演出 對於她而言 之前的所有可能都已經釋懷了吧 說明星期會 our 様子